是不是想要先召观众朋友观众来关心的是 仅对着近情 百分知在台湾是做成五十年来上级参与的资金 包括政府和民间都在共和民间面对财产的应变作为 你翁12月和27月上级是在北枪掂顶友 但基本的日空一日比赛救赛的人 过程是上当的必见 市场民会也特别到现场共产 这民间的利用让他感到很感动 也正为救赛就要对逢灾的供应开始来做起 出动四轮传动的特殊车量并经过很幸福的地形 不过就是要求求收勾在参与救赛的两名众 这是公司理会的家里分会 想要在北枪掂顶友所做的救赛演练 包括公司理会的台湾总会党王清风 一党明会和一党理事党也都清楚体验到 在海模拟的演练 防灾 防灾 减灾 废灾 救灾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后的天使 就是爸爸防灾是勘清台湾最近50年以来 通大的灾害 在当政府家共救灾的准备之下 包括公司理会 主席在民间的团体 也在救灾过程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公司理会讲到 民间的利用会很感动 在市府的计刃就是做好 主管政府的工作 并允许到救灾要对方灾来做起的供应 有灾害来临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最好的准备 但是平日我们要呼吁大家 做好防救灾的准备 先自己自救还能够救人 再进而我们能够把所有的力量整合起来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当然不忘了 我们也呼吁大家要做好环保的工作 当我们把环境保护好 灾害可以降到最低 整个人是毕竟不麻烦 会定要设置到灾民修用中心 救灾 终于被灾物资的电视 让人到困惑收散 人命求救 为其改渡 环境清理 和消毒定期化 其反应过到被灾 救灾 人 让未来 可能应勉的救灾行动 来做全方位的连结合准备 谢谢我们寇雅峰 加以七彩方报道